许多人看过罗德曼和马龙在总决赛中连续纠缠倒地的视频 感受到了令人窒息的防守压迫感 有一些人只看到了一些防守片段就觉得罗德曼防住了马龙 还出现了越说越夸张的现象 后来甚至有人说罗德曼是马龙的克星 他在总决赛中锁死了马龙 以前我对此也是深信不疑 直到我对比了两人的交手数据 我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好久 马龙是90年代响当当的超级球星 当时他的实力非常强大 无论是制霸内线的四大中锋 还是巅峰巴克利 坎普或者初入联盟的邓肯 那几年都是南亚之马龙 他整个90年代每个赛季都入选了最佳一阵 综合实力很强悍 在大前锋位置上当时最好的防守者是大崇罗德曼 那罗德曼能够限制马龙吗 两人一共对位了45场 表现差距很大 两人是一个时期的球员 马龙85年进入联盟 当时他是首轮第13顺位 算是天赋比较出色的内线 罗德曼86年进入联盟 但他调到了次轮第27顺位 可以说是边缘人物 马龙生涯先后在爵士和虎人队效力过 罗德曼则在虎塞马刺公牛 独行侠和虎人打过球 他们的巅峰期都很长 马龙36岁还能拿MVP奖杯 罗德曼37岁还是联盟的篮板王 罗德曼是防守顶级进攻吸烂的汉将 马龙则是攻守兼备的犀利前锋 两人碰面时罗德曼都是盯防着马龙的人选 尤其是效力马刺和公牛17 两人的对决更是精彩 经常在场上上演 暴摔对抗程度很激烈 常规赛他们交手了30次 马龙场景可以拿到20加10加3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为53% 战绩也是占据优势 赢下了其中的18场 罗德曼表现也比较一般了 他可以贡献场均5分11篮板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43% 是个不错的篮领球员 但限制马龙是完全没有做到的 季后赛对决同样很精彩 马龙和罗德曼季后赛碰面并不多 94年罗德曼效力于马刺时 97年的98年罗德曼效力于公牛时 都曾遇到过爵士队 季国赛对决罗德曼赢得更多 他取得了9胜6负的成绩 三次系列赛所在球队也都赢了 不过他的防守还是没能够限制住马龙 罗德曼场均31分钟 只能拿到4分9篮板的数据 命中率只有40% 反观马龙他延续了一贯的优秀表现 场均登场41分钟可以轰下场均 26分11篮板一抢断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也有47% 尤其是97年和98年的总决赛舞台上 马龙可以说是大杀四方 当年的罗德曼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过因为乔丹太过无解 最终公牛队还是击败了局势 所以马龙也成了无冕之王 看过马龙的表现就懂巅峰时期的他 无论是队位罗德曼还是巴克里 都是战绩上风的 罗德曼和马龙在场上是一对冤家 在场下却是互相尊敬的好友 马龙曾在1998年输球后 走上公牛队的大巴祝贺罗德曼 称赞他做得不错 他们还一起去了VVE打比赛 虽然他们的表演痕迹很明显 但是满足了球迷的猎奇心理